炸港 breakdown 哈囉大家好 之前有說討論這個斷竿的原因 今天開始來逐步討論 今天先來看!2019年12月27! 7號發佈那一部影片 捲啊 不是鯉魚啊 我會衝擊力道很前 噢呦靠,那燈不死 沒掉耶 第二節的部分 在這邊 就是這一根 第二節 那通常會斷在第二節的原因 就是有可能就是 施力的角度不恰當 因為我當時那個地方很滑 所以我當時也是坐在這個底下 那坐在底下的話 非常非常 起來容易滑倒 所以我就怎樣 就往後仰 可是往後仰發現到 當你釣到這個魚的時候 它重心 尤其是小魚的時候 它其實第二節所承受的力道 反而會比較大 就是第一節其實會有 但是第一節其實弧度夠 那如果一二斤的時候 你沒有往後 你角度錯的話 就容易斷掉 所以這個是後來思考到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 釣到這個小魚的時候 你的弧度要稍微再更大一些 那如果是大魚 你要拉上岸的時候 當然你弧度要更大 你角度也是要更大 可能它狀情會更往下 會到第三節部分 但是如果是小魚的話 其實主要受力是在 反而是在第二節 所以第二節的這個地方 第二節的地方 反而是斷掉的地方 那如果是斷在這底下 那可能就是比較大 更大一點的魚 OK 再來是這個 2019年 11月9號 也是十五尺竿 這一把十五尺竿 那時候種了這個鯉魚 可是呢 它當時斷掉 看一下 桿子斷掉的時候 是斷在哪邊呢 那時候是斷在這裡 斷在尾 這裡喔 第二節的尾端 第二節接近尾端 因為那一條魚比較大 所以那時候桿子整個重心往下 我們學過重心的原理 原則上呢 你重量越重的東西 重心越偏往地心 所以當你種 那個大隻的魚的時候呢 它其實桿子的重心 手桿的桿子都往下 往第三節 這個時候呢 第三節所承受力道 如果弧度不對的話 還是維持在那個 就是你在 釣那個 魚的時候的一二節的著力點的時候 這時候弧度如果不夠的話 立刻就會發生斷掉的現象 這就是斷裂的原因 有時候釣也很容易忽略 有點像我這種很長釣的 有時候就會輕乎這種小細節 再來是這個 2019年的時候 2019年的時候的這個 10月幾號 10月我看一下 10月25號的時候 這時候用的是裝充乾 那裝充乾的時候 那時候發生斷載尾竭 為什麼裝充尾竭 那一個 我看一下喔 那為什麼斷裂尾竭呢 主要斷裂尾竭的原因是 因為那把竿是 碳纖維的竿 比較硬 非常硬 所以尾竭的時候 你加上中通竿的那個導環 所以它的竿尾的那個 就是它的彈性已經改變了 所以當 鯛魚 鯛到這個岸邊的時候呢 如果還是維持在這個 在90度的情況下 沒有旺的放線 其實那時候 總統要旺的放線 線旺的放鬆 所以導致雨瞬間的衝力很強 所以 瞬間乾斷 斷掉 這也是一般的手乾 尤其是 一般人 最容易忽略掉的一個小細節之一 就是 雕到岸邊的時候呢 第一個 硬把魚拉到岸 二 就是有可能拉到岸邊的時候 旺的放線 第三 就是 拉到岸邊之後呢 你忘了拉往 只有角度還是維持在90度 這時候呢 如果 雨稍微有落差 然後雨稍微鈍一下 你的鋼尾可能會斷掉 這個也是很忽略的 好 再來一個就是 2019年的時候 10月 14號 前打桿斷裂 這個斷裂 絕對絕對是人為的 看一下 在影片當中 不斷的呢 用前打桿 按著它 平常 這個 表面 每一隻 都直接引麻 這個 而且 引麻的時候 我沒有牽線 這是最大的 當你沒有牽線的時候呢 這時候 雨的重量 就會負責上 當雨稍微有稍微震動一下 你的魚肝 可能就沒辦法承受 可能就會斷裂 因為它的重心 魚肝子每一個節 它所能夠承受的都不一樣 那那一把 前打桿 它是斷在 接近這個 第三節 魚拉起來的時候 第三節這個地方 幅度不夠 自然然就會斷掉 所以這是完全 完完全全是人為的 OK 再來就是 2019年 7月14號那一部影片 那一部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部影片 都真的有感覺斷掉 其實主要就是 幹子修復完之後 脆弱那個地方 緩解斷掉 那因為幹子整個長度變了 所以自然然它的弧度就變了 所以弧度變的話 原本可以承受的力道 自然然就會跟著改變 而且那時候改到 釣竿的那個弧度已經非常漂亮 所以它整個受力都不均勻 所以導致說 比較脆弱那一地方 還是會持續斷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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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子會斷掉 其實不是因為 幹子有受傷過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幹子已經卡底 我沒有去牽線 還直接用幹子去硬打 所以就會斷在我修復的那一節 斷掉 所以才會很慘 直接斷掉 斷成三節 因為整個施力你一直往 施力整個弧度不夠的話 它可能脆弱的地方就會斷裂掉 瞬間 能量就會分散掉 就導致三節的現象 這個也是很容易發生的問題 就是卡底的時候 盡量還是要牽線 不用幹子硬打 好 再來是這個2019年1月 這個27號發布的一部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齁 在這部影片當中 是有撞到 最後就是有撞到這個 大的禮物 大的禮物的話 勢必重心 整個幹子重心都往下 那因為我的幹子 那時候已經很短 本來是12尺 那時候已經剩下 大概10尺 9尺左右 所以幹子整個的這個 弧度也好 你或是能夠承受力道也會改變 所以那時候 中雨的時候 有放4種子 可是呢 最後你還是要 把雨釣起來 這時候會導致說 整個幹子 弧度不夠 在下面比較硬的那個地方 就可能斷掉 還是一樣是斷掉 所以當時是第二節的尾端斷掉 所以 這個都是 可以理解的 那當然做掉的時候 有時候沒有變 因為第一個 有時候我的幹子已經受傷了 那時候我還持續在使用 第二個我幹子已經修復過了 長度也改變了 所以導致整條幹子的這個 掉性 也跟著改變 好 那當然幹子會斷掉 其實跟掉性也是有關係 好 就這樣子 這是去年的一個 斷幹的一個 大部分的一個分析 那以後有機會再繼續 再跟大家再分享吧 好吧 那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